蒸蛋要蒸的漂亮 把那個軟細蛋呢把它瀝掉 它才不會蒸起來不均勻 好我們準備大概三顆蛋 這邊呢蛋跟水的比例 蛋跟高湯的比例呢 大概是吃硬一點的人1比1.5 你喜歡吃像那種日式蒸蛋 那種很軟很軟的話 那就1比2 我們大概 好這樣子八九分滿的蛋加進來 那麼高湯呢就是1.5倍 來把它打勻 高湯已經有一些味道 所以我們就不再另外放味道 它味道不用很重 因為我們待會還要另外再放一些 這個這個柴魚醬油在上面 來把它 過濾掉 包含這些泡沫都把它過濾掉 好 接下來稍微蓋個保鮮膜 蓋保鮮膜呢能夠和緩這個蒸氣直接在上面蒸 容易上面容易不好看 會有過熟的現象 所以我們把它用保鮮膜稍微把它蓋一下 把它擋一下 好這邊呢我們外鍋呢我們加一杯水 不需要等它開哦 好把它放進來 那麼鍋蓋要留一個細縫 找個紙巾 細細的縫就可以了 把它捲起來 這樣就可以了 然後我們把它按下去 好待會一面蒸你要一面看 大概蒸個12分鐘左右 我們來看一下熟了沒有 好電鍋已經跳了 好我們看一下我們的蛋 來把它拿起來 那麼我們怎麼樣判斷蛋熟了沒有 教各位一個很簡單的判別方法 輕輕敲電鍋 你只要讓它晃動 這個蛋晃動 如果是生的蛋 它不會整面的移動 它會有水波紋 不像這個是整面的 像這樣晃它不會有水波紋 那如果你是輕輕敲一下 它有水波紋的話 就表示蛋還沒熟 像這樣子很簡單 你就可以確定它的蛋已經熟了 好 我們再加一些柴魚醬油 開水一大匙 作為它的醬汁 然後呢我們把它倒到蛋上面 輕輕的倒 不要用力倒 它很容易會把蛋也弄破掉 好 醬汁把它倒上來之後呢 我們再撒上一些蔥花 這樣比較漂亮 好 有點綠綠的點綴一下 這樣就完成了 所以告訴各位 你在做蒸蛋的時候 記得要把那些軟攜帶把它立掉 那些渣渣 結蒂組織把它立掉 蒸出來蛋才會像我這樣子 平滑 然後細緻 又不會有這個白白一點一點的 比較細緻一些 簡單的加上蒸蛋就完成了